直角三角形ABC当中 角C为直角 所以我们这边写为C 而AC等于5 AB等于13 是求角A的各个三角函数值 我们要求的是角A的三角函数 所以我们要把角A放在左下角 那另外一个角呢 就是角B 好,那我们再把长度写进来 AC等于5 所以这个边呢是5 AB是13 好,那我们有了AB 有了AC 我们就可以求BC 我们利用B式定理 AB的平方就会等于AC的平方 加上BC的平方 好,13的平方会等于5的平方 加上BC的平方 那其实我们都很常用到 BC呢是等于12 5、12、13 好,那我们就可以来写6个三角函数 sinA是S 所以呢是AB分之BC 所以是13分之12 接着cosA cosA是C 所以呢是13分之5 接着tangin tangin呢是T 所以是5分之12 再来cotangin 从tangin开始要逆向回来咯 所以是12分之5 再来secant 再逆向 所以是5分之13 最后一个cosA cosA 所以呢就是BC分之AB 所以是12分之13 这样我们脚A的三角函数 就全部列出来了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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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